我希望能加入一個就行了 便宜 兩個本科的同學 是這樣的 按照我們的規則 今天是有一位會 之前結束實習 所以給你們倆 最後的一次機會 就是告訴我們 留下你的原因 會是什麼 還給一次發言的機會 拉票 對呀 最後時間把握好 誰先來 這種時候最難 得說點什麼呀 我不知道 我說不出來 個人覺得自己 有什麼樣的成長 分享給我們 給我們一個 留下你的理由 可能我的成長就是 從學生思維 到歷史思維的一個過渡 這個可能也是 我在未來職業道路中 很重要的一個 方向 楊輝 在前三次的課題裡 我更偏向於個人的發揮 而忽視了團隊的合作 往後的課題裡 會更加注重對拳擊的把握 以及和隊友的合作 楊輝最應該說 宇童那句話呀 那通過這幾天的實習 現在怎麼看待 律師這個行業 我沒有改變 我還是堅定地選擇 律師作為我的中生職業 規劃 我不會改變 我有一點懷疑 完了 這有變數 你們覺得可能會讓誰走 在宇童說這句話之前 在你問之前 我一直以為是兩位 但是你問完我 就我之前有個設想 壓力會很大 然後強度很大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麼大 跟我的意想有一點差距 但我後續應該會調整 還是會堅持律師上 因為宇童是我這一組的 我在這一刻 我只想告訴宇童 我非常地優秀 你剛才告訴我 是說 你在過去幾天的實習裡面 你最大的感受是壓力 但是 作為一個代教律師 我更多地看到的是 你的成長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理解 這一個課題 它只是因為 我們今天整個評議機制的原因 導致了這樣子的一個節目 它絕對絕對 不是對你難力的否認 就是我相信這一點 你一定一定要記住 好 應含柔情 真的 洛璃好好啊 我覺得洛璃講的 我都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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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洛璃自己都想哭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好代教 我天哪 可能你對 未來的一些職業的選擇 有些懷疑 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地去探訓 自己真正想要 追求什麼的一個過程 一定不要因為 我們今天這一道 課題的一個評分 而放棄 忘記當初的初心 字字珠跡 洛璃這典型的硬漢柔情形 長得非常的硬漢 也很嚴肅 但內心其實 這可能是很溫柔的 我覺得 我就說一下 因為兩位在我這組裡面 我就簡單跟兩位說幾句 在實習過程當中 我也看到你身上 有進步和成長的地方 我覺得你有比較 緻密的思維 能夠在很多 複雜的關係當中 找到一些點 並且進行深入的挖掘 這我覺得是做一個 年輕律師在成長路上 所必須具有的一些品質 但是 也要緩過來說 這個優點 同時也可能是成為你的 不夠好的地方 抓細節沒有錯 但是它是不是 全案的關鍵點 我如果在找準了 關鍵點的情況下 繼續深究下去 挖下去 那這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成就 不能抓了小 放了大 是不是存在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自己要回去反思 那就請兩位 先回到座位等一下 我們還需要最後的合議 好 你們要是挺和諧的 可能就不淘汰了 或者他們把 王一言與直接轉正了 我們還是保了個實習生 真的 真的可以 大家選哪個 大家決猜呢 我覺得宇童需要拖一把 但是兩位需要摧毀一下 把他那個東西破了 他才能立 但那種摧毀 是有毀滅的風險和機率的 但是如果涅槃重生 對啊 它也會很好的我覺得 這個時刻 代教導師有多捍衛自己的學生 就成為決定性因素 真冷了呀 作為 作為 嗯 這段話我是感覺得到 他未來 可以有很大的一個成長 我也相信 他有能力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蛻變 梁薇更加 我覺得他更加知道自己要什麼 他還是那麼堅定 我覺得要做律師的 所以如果可以看一下的話 可以再給他一次機會 可以 怎麼 你不要那麼神情嚴肅 好 好 梁薇你先進去 雨桐我跟你聊一聊 不會吧 你別往後退啊 雨桐是直接往後退 肉精的小兔子 你先回工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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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結果 怎麼回事 沒 沒有說 讓我先回來 兩位同學 經過本次合議 我們現在通知你 你從今天開始 提前結束實習 作為 汪雨桐的大教律師 我想要為他來 拉個票 爭取一下二位的票 我挺想留下 汪雨桐的 就是一個剛剛走出下壓塔 而且還是在一個學校裡的大教生 能夠 能夠爭取作為我們的實際生 我覺得這個 這個已經就是一個 一大步了 然後這段時間 一直在看到他的這種 努力 我的選擇也是汪雨桐 在這個課題當中 通過你們倆的反饋 他非常有合作精神 我們非常看重 有合作精神的人 因為畢竟那個辦公室 他們是聽到了 合作精神 每個人關注的點不一樣 但是大部分點 都證明 雲童還是有潛質的 所以我這票 肯定是給王雨桐的 我們希望你能夠堅定律師的這條路線 我們也充分肯定你做律師的潛質和能力 祝你未來一切順利 有機會我們還希望在今天能夠看到你 我都不敢看了 你現在可以回到工位了 好 好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